嘿大家好 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Crypto節目 OMG今天的這個地震超大的 好我們今天要來講Ziverse的一些小更新 然後呢 我也是前幾天才發現 就這邊有個門喔 你可以在這艘大船裡面 你可以進去 然後點Yes 然後團隊就跟我講說 這是他們在呈現幾個東西 一呢 是呈現說這個運鏡 對 就是你可以從上面往下俯瞰 然後面呢 它會變成是可以按右鍵 然後去改變你的這個視角 然後就可以跟裡面的不同物品去互動 好 那另外呢 這個也是 呃 告訴你說未來你會可以有自己的房間 然後呢 呃 你的這個 自己的這個族群呢 或者是你的工會啊 都可以在你的島上 有不同的東西 所以就像我常跟大家講 這個遊戲在做的一個很核心的部分呢 就是在 這個新手村 把這些 Mechanism 這些功能呢 都把它做好 這樣 對 所以 就是在蹲著 就蹲低才能跳高 你知道嗎 所以很多人很急著希望它趕快有什麼東西趕快發表這樣 我覺得其實沒必要這東西可以完完全全它可以慢慢來 而且越慢越好你知道 更多時間可以讓我們去挖它的token這些的 對 然後 你可以看到它這每一個房間 然後可以 再下去 可以再進去 對 這個好像就是那隻鳥 那個火焰鳥不死鳥存在的地方 然後從這個門 跑出去 對 就它有個活動 我們可以先 到這裡看的一個影片 就是這個活動 我們大概讓小鳥把這個放大了 就說實在啊 我知道大家常看3NA的遊戲 我是各式各樣的遊戲 但我其實覺得B圈遊戲做的這樣其實很少 然後你注意看喔 它那個眼睛喔 你有發現它的那個眼睛很特別 就這個 它這個眼睛啊其實是TREGUREDELL的這個logo 對 然後他們跟TREGUREDELL很緊密的合作 那因為TREGUREDELL要發L2 會 會有一些新的賦能 所以說現在你透過Ziverse 可以挖到超多這個Magic代幣的 然後這個Magic代幣又是 在币安已經可以交易的 對 另外一點大家如果還沒有加入Ziverse中文社區的話 記得可以加入Ziverse中文社區 Ziverse底線Asia A-S-I-A 這樣 然後我們可以到TREGUREDELL的網站 也可以看一下他們各式各樣的遊戲 這樣 然後另外一點很特別的地方是 可以看一下它有沒有一個新的東西 這樣 它有一個 一些新的活動 你看大家在排隊 有這個排隊烤魚或排隊的一些活動 一些新的東西 然後後續呢 像我們上次有講到的座騎 跟不同種類的這個技能 也會出現 對 所以 我覺得這個遊戲 就大家在慢慢看它長大 就這樣 然後等到最終版本出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一個遊戲 叫太拉瑞 之前有講過 他們也是開發了七八年 然後呢 大家一直在玩喔 然後玩到 第八年後 他們就說這個是終極 這個章節結束 所以大家就突然覺得 哇 原來自己一直都是這個故事的其中一個角色 然後呢大家後面玩的呢 這個遊戲的當然有不同版本 但最早期的版本呢就是 有點像在講述的 這個 這些玩家一起幫忙開發這個遊戲的過程 這就是那隻嗎 這裡 這還可以騎 喔 又騎到了 然後 我記得這邊還有一個地方可以去 然後是在這裡 這裡 這裡 這個是 真的是讓我有點confused 這個好像是這樣 喔 對 OK 你可以 傳送到這裡 然後這又是另外一個 他們在測試的功能 對 測試也可以用 它反正最近 就有各式各樣的小功能 大家可以去玩 大家可以去嘗試 這樣子 好了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 就到這裡了 很快速 最後給大家看一下 紅豆 然後這個 痘痘的能力 還有這些 其他的技能 它未來會讓所有場地的人 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不會只是說 使用者看得到 對 這也是其中一個 他們想要 哇 我已經看過那個本事了 哇 我已經看過那個本事了 它其實比那個鳳凰大隻的發現 鳳凰在這了吧 它算鳳凰 它長得有點 會不會兩隻打起來 好 好 好 然後 看一下這個 看一下這個 然後現在賺幣也 大家越賺越多 喔 這是什麼 這是別人在跟我對打嗎 我 我也有賺到一些幣 我賺好少 這個人賺超多 這個人賺兩千萬顆 Token OMG 我想知道他們怎麼賺 好吧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 記得加密貨幣投資 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懂的話 絕對不要亂碰 今天講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如果你想要聽我們介紹更多其他鏈油的話呢 也很歡迎玩Zivers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Zivers這個遊戲 它跟超多鏈油合作 就是你在遊戲裡面 看到各式各樣的鏈油可以去 這個遊戲 看只能挑一次 我可以騎到他身上嗎 不行 OK好就是這樣 掰掰 我們會不會太停 然後去一個人 你會不會太停 過不太太 你會不會太停